歡迎各位傳媒朋友 今天出席記者會 我也介紹一下今天的講者 左邊的是衛生署、衛生服務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醫生 隔壁的是醫院管理局 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嘉倩醫生 我首先請張醫生講講最新的幹案的情況 之後劉醫生會再講講公立醫院的情況 請張醫生先 我們昨晚第15宗個案就確診了 他是13宗個案的母親 他是在李源門道家村開始不舒服 然後送了進去醫院之後 昨晚就確診一個新型的冠狀病毒個案 他就因為他在隔壁營裡開始不舒服 所以就沒有其他的民事主席者是需要再隔壁的 不過他自己家人就可能要再隔壁多幾天 報告回第14宗個案的情況 我們找到班機 就是其實他1月17日飛日本 是HX608的 因為他是發病前 所以那些旅客就不需要追蹤 不過我們都了解究竟HX608 會不會有其他相關的個案 所以就在問相關的衛生當局 那麼我們陸續都找到 就是在那個船那裏 接觸者追蹤方面 我們在那個輪船 來了香港的130幾位那裏 我們都拿到他們的電話 或者聯絡方法 都陸續找到34位來香港的人士 他們就沒有健康狀況良好的 都沒有跟那個病人有密切接觸的 那個病人我們都問多了些資料 就知道他在船那裏曾經在2月23日 就是去過泡沙拿 就是泡那些Jacucci 泡了幾分鐘而已 大概是下午3點左右 然後跟著就去了沙拿浴室那裏 就是坐到半個小時 所以我們在那些 就是來到香港那些接觸人士 就是來到香港上岸的人士 我們都會問他們有沒有這類的接觸士 因為他們說用那些設施的時候 就不是很多人的 不過可能都有個別人士 我們都會看看會不會有人說 是跟他在一起 那是不是有接觸這樣 那這樣除了132位的來港 就是上岸的人士 還有27位那些工作人員 那我們都會陸續找回他們 不過我們由船公司那裏都得知 其實那個病人就沒有去過 船公司的那些醫療中心用過那些設施的 那而接待病人那些船員呢 那暫時都沒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即是沒有健康的問題這樣 那暫時就是這樣多了 請了劉醫生 在過去的24小時 醫管局一共是情報了36宗的懷疑個案 而截至今日的中午12時 其中有76位的病人 仍然是接受著隔離的治療 就早前確定新型冠狀病毒的15個個案裏面 所有的病人現在都在馬加列醫院留意 12個病人的情況是穩定的 有兩個是嚴重 一個是危殆 我講講其中那兩個嚴重和危殆的病人 第一個嚴重的病人就是2號 即是第2個病人 即是男人56歲那個 那之前其實他一直都在心治治療部 沒有需要插口 但是情況都一直在進展 非常之好 有機會在一兩天都希望可以離開心治治療部 另外一個就是第10個 即是那個男人72歲那個 情況都是見到跟昨天差不多 肺部都有一些花 暫時都未曾需要插口 也都是未曾需要進去心治治療部 危殆的病人就是昨天都有講過 就是第7那個 那就是女人68歲那個 那昨天就已經在心治治療部 也是需要用插頭來幫助呼吸的 那今天我們 我們醫生就都跟袁國用教授 去到商討治療的方法 那藥物方面就會幫他 加一些不同的藥給他 那希望他那個進展有些改善 那接著到今天的中午12點鐘 那醫管局就有27名的醫護人員 是被情報為懷疑的個案 那有25個我們的醫護人員做過測試 都是陰性的反應的 那其餘那兩個呢 那個報告還在等著 那接著到今天的中午12點鐘 現有的隔離病床 現在用的是有841張的 那跟昨天都是一樣 使用量就大約是38% 而隔離病房就有458間 也都是跟昨天一樣的 那使用量就大約是52% 那差不多 那現在是提問時間 那請先大家先舉手 那愛同事會有第二個麥克風給你 那提問的時候呢 就請你先講自己的名字 和代表的機構 那還有盡量呢 就每次就是問三條問題最多 那請哪位有問題 那位啡色衣服的女士 你好 明報記者王心月 想問一問呢 因為呢 澳門出現過呢 有糞便的樣本是陽性 但是它的鼻樣本是陰性 那其實何柏良教授都有講過說 有前線的醫護人員 接獲武漢回來的病人 是沒有呼吸到的病徵 但是有輻射的情況 也都有把樣本送去衛生署的化驗室 但是化驗室是拒絕了這個要求 想問一問其實衛生署 會不會已經錯過了確診的這個病人 和處方會不會 即是考慮未來是會感染病病呢 第二個問題是 據悉瑪加列D3病房 有護士出現肺炎 是否屬實呢 化驗的結果是怎樣呢 還有另一位接受檢測的 那位支援式系的病人 即是員工他的化驗結果又是怎樣呢 第三個就是 想問一問 即是初步分析15個個案 其實病人病發後 在甚麼時間的病毒量是最高 以及病發後 在甚麼時候變嚴重的呢 關於糞便的樣本呢 因為現在主要的化驗 即是第一次的化驗 都在醫管局的化驗所 我也知道醫管局化驗所的同事 和衛生署的公共化驗所的同事 都在研究怎樣驗糞那些糞便的樣本 剛才說過馬嘉烈醫院的護士 暫時我就沒有那個資料在手 我們都會跟進回情況 看看究竟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 以及如果真的話 究竟職員的情況現在是怎樣 下一條問題 那位女士 格仔三 Hello 麻煩我 我是徐生的記者 然後想問 就第九、第十、第十一個病人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想問 想確認分這三個人 現在的健康狀況是怎樣 因為之前有聽說 第十個病人是需要用去治療的 是否現在都是需要這樣 然後有甚麼要沒有去治療 然後第二個問題想問 現在是否清楚這三個人 在香港去了甚麼地方 因為之前那個十一個病人 就是那個女兒 接著她在微信上說 她的父母就是特實的病人 她因為聽不明白廣東話 而打不到去哪裏 想問當時有沒有使用普通話 問這兩個人 第三個問題想問 對於這些不配合她去哪裏的人 有甚麼方法可以主動要求他們主動信佈 我想說回第十那個先 剛才也有說過 第十那個病人現在屬於嚴重的 但我們都有找不同的醫生見她 包括深切治療部的醫生見她 她都沒有深切治療的需要暫時 她是有需要氧氣的治療 但就不是插頭那種 她給她一些氧氣 其實她的血液的含氧量 都能夠維持一個比較好的水平 所以暫時她是沒有需要去到深切治療部 和插頭的 至於第九和第十一個那個 所以現在我們的資料 就是她們都是穩定的 沒有說需要有額外的氧氣 也都不需要有些額外的治療 當然她們也是有吃一些抗病毒藥 這樣是穩定的 我們都有用普通話來問那些人士 有時可能用英文的 我們陸續都會問多了一些資料 主要都是那三個人士 都是在那幾間酒店 那女生的家裡來回的 現在是知道的 另外就是她曾經在1月24日 去看過那個醫生 在中蘭 我們都聯絡到那個醫生 因為那天三十晚 剛好是最後一個病人進來 她看的時候 就不是說看她發燒那些 是看她那些慢性病患的 就是糖尿、血壓那些 當時醫生都發現 她可能有些很低的燒 所以她兩夫婦的病發日期 可能是會24日晚晚 但是就不影響我們的個案追蹤 那醫生的診所 醫生現在不在香港 診所都是 就是那些姑娘 都有帶足那個 就是做了那些保護衣物 那他們都會 那個診所都會關閉的 我們用盡所有可以用到的語言 都會遭蹤 下一條問題 前面綠色衫這位男士 現在我們都有一些私家醫生的看法 就是現在醫管局的口罩 是供應醫院的 都是有些私人掌所 向這個醫管局求助 但是沒有獲得幫助的 想問一下如果 就是如果因為私家醫院 這邊因為 如果這些保護設備不足 有些醫護感染 可能造成恐慌 想問一下 這邊有沒有什麼保證 他們的那些醫療設備供應呢 第二個再問一下 今天對於這些醫護人員罷工 你們兩位有什麼看法呢 OK 電新聞記者 我先講講那個罷工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 其實現在流感供風情 再加上我們有個新型的 冠狀病毒的感染 其實我們醫管局的人手都相當緊張 希望各位員工都三思 其實大家的意見都聽到了 至於詳細關於今天罷工的資料 稍後我們總裁高醫生 都會有一個記者會 就會向大家詳細交代 下一條問題 中間這位女士 再問一下 有些人的口罩 也有些人家裡 沒有人家裡 有些人家裡 那些人家裡 也有些人家裡 要有些人家裡 有些人家裡 多個口罩 有些人家裡 那些人家裡 我回答不到 中間的那位女士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昨天確診第15位 那位女士 其實都提過 其實她沒有外遊 主要是留在家裡 因為其實都看回最近也有些說 這個糞便其實也有機會傳播到那個病毒 其實他本身在他自己的家居生活的時候 其實他的鄰居會不會說 其實他現階段都已經是 就是他在就近的鄰居 是不是都需要接受一些醫學監測 或者接受一些家居隔離 麻煩你 那個病人就是一發病就留在家裡 然後一不舒服就已經入了醫院 當然他就沒有怎樣外出 如果說糞便那裏 我想主要大家都擔心 就是那個U營那個渠那裏 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 當時沙士的時候 大家都擔心那個 會不會在那裏經過那個地方傳播 所以其實所有 就是無論是不是這個大廈 或者其他 就是所有香港市民都應該 就是將那個U營的排污渠留意 那要住滿水 那就防止就是經過 比如說有些 在那些地方而傳播在那個大廈裡面 那另外就是 平時可能去完廁所這樣 要蓋著蓋子才沖 那這個都是一個好的習慣 那但是很難就是說 只是一個大廈要注意這些 我覺得全港的市民都要注重這件事 還有公眾地方的環境衛生都要加強 但是正正現在就是有一個 確診的患者在那裏的時候 那他就近在那裏生活那些鄰居 那他就近在那裏生活那些鄰居 其實用不用已經是要做一步 接受一個醫學監測呢 我們就沒有說要所有這些一個大廈裡面的人 就要做這個醫學監測的 但是如果當然他說自己有發生些什麼不舒服 要做些看醫生都是應該的 下一條問題 中間那位劉積三個女士 兩位好香港01的陳善廷 幾條問題想請問回衛生署的 第一就是就是剛才張醫生都有提到 其實SARS的時候就是 就是由於住宅大廈的U型 那個聚水器乾脆 所以播毒 其實現在既然衛生署 是已經知道了 我們15宗確診病人的個案 那個住宅是住在哪裏 其實會不會已經做多幾步 就是已經去他們的單位去看看 究竟今次是否同樣地 都是可能U型聚水器那裏出現了問題 令到他們可以 就是可能有一些病毒 可以在那裏傳染到 又或者好像剛才這樣說 就是已經在研究中 怎樣去化驗病人的糞便 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到有沒有時間表呢 這個是第一條問題 第二條問題就是 看回現在有幾宗個案 兩宗應該是 包括第十二宗和第十四宗的病人 昨天都說 都未可以確定到 他是否一個社區感染的源頭在哪裏 想請教一下衛生署 現在對於這兩宗的調查 進度如何 何時可以明確地說回 這個病人是在哪裏感染的呢 因為這也是社會相當關注的問題 第三也是想跟進回 就是現在我們 看到在公立醫院 就有一些求疹的病人 他們可能會隱瞞了一些自己的接觸史 或者是旅遊史 但是到現在似乎都沒有一個 依據可以去處罰這些病人 其實我們還有什麼方法 可以主動一點去令到這些病人 是真的可以坦白地說回自己的接觸史 我們怎樣才可以保障到 醫護人員有足夠的防護裝備去面對 以及去幫這些懷疑個案的病人去看症呢 麻煩你 關於腰型的排污渠 因為其實我們都有了沙士的經驗 希望所有市民都會把腰型排污渠 煮滿水 以防乾脆 而變成有機會播毒 關於15位病人 如果他曾經住過大廈 我們把大廈的名稱 已經第一次 第一個個案的時候 已經把整個大廈名稱 擠上網 都是希望大家要留意 有沒有其他個個案 或者是自己要提醒精神 提醒 就是小心 無論是個人衛生 或者環境衛生 都要特別注意的 一知道有個案的時候 我們都會通知管理處 做一些公共地方的清潔 加強消毒 而病人的家裡 因為很多時候 病人 他進了醫院 他家裡的家居隔離者 可能會進了檢疫中心 我們都會盡量看 如何安排 在家裡的清潔 但就要安排 因為要找人開門 然後找食滑署的同事去洗 那 第十二宗和第十四宗的個案 就是現在都沒有新的進展 我們當然都不可以排除 是本地感染的個案 未必是真的有個源頭 是真的可以找到的 可能都是 比如有時候 有些環境污染 而是他不小心碰到 加上他可能 碰完之後 又走去碰眼、口、鼻 可能有機會 是由這方面污染感染到 隱瞞旅遊史 你有沒有補充 我想大家都明白 旅遊史其實對於醫生 或者醫護人員 診斷今次新型冠狀病毒 非常非常重要 我就呼籲各位市民 看醫生的時候 就清楚和坦誠地告訴我們 究竟過去的旅遊史 希望幫助到大家 去容易些 將我們的病人分類和診斷 因為如果一個隱瞞旅遊史 有機會除了令到病人的治療 延遲了之外 其實都會對於他旁邊的病人 以及我們的醫護人員 產生一個危險 至於你說 有沒有辦法去拿多些資料 其實我們現在都在研究 究竟有沒有可能 跟入境處有些聯繫 不過這都是一個研究 但無論如何 在這個時刻 其實每一位市民 去看醫生的時候 就記住記住 將你的旅行史 坦坦白白地告訴我們醫護人員 因為這件事 除了對他自己之外 對於整體的公共健康 以及對於其他病人 都非常非常重要 這位 你好 信報記者 劉慧晴 第一個問題想問回 第十五個個案 是不是可以確認 它是一個本地感染的個案 因為看回昨天 衛生防號中心的稿 正是說它潛伏期沒有外遊過 以及列出了它的接觸者 但是沒有寫明 是不是本地感染 剛才提到十二十四 可能未有進展 這個是否可以肯定 另外就是關於第十四個個案 看回資料 據了解說 它曾經在一月十五號 去過聯合醫院服塵 想問問會否有機會 在聯合醫院 在醫院範圍那裡感染 又或者會否在潛伏期內 又可能會感染到其他人 另外最後就是 想問問醫管局那邊 看回有些私家醫生 和護士會去協助你們 即是人手上協助你們 應付這次的罷工 可不可以講下 有現在有幾多個人數 即是醫生和護士 在幫緊手 以及會分配在什麽的醫院 以及崗位上幫忙 麻煩 第十五中個案 我們都會覺得是有個兒子 即是它的兒子 就是因為這樣接觸者而感染的 因為它都沒有去過外遊 那它應該是兒子回來之後 發病之後 就染了給他 可不可以說就是本地感染 這個如果你當是本地感染 就是本地感染 因為跟之前我們都有一例個案 是第十一位 都是這樣的情況 不過因為我們是可以追蹤到的源頭 這類個案 我們就不是特別擔心 因為密切接觸者都知道 他們可能有機會感染 所以才放在驗疫中心 1月15日 她是去過聯合的骨科 但那時候就應該距離她的發病時間 因為23日才發病 那就是比較遠的 而我們又沒有在聯合醫院 有其他個案 所以就應該就 由聯合醫院的專科門診 其他病的東西 她的機會就會小一點 至於她惹給人的機會就更加小 因為她在潛伏期都是相差很遠 就是跟她發病的時間 至於私家醫生幫助醫管局的問題 就是我們收到有關組織 其實是提出幫助醫管局 這次在度過這個艱難的時期 我們這幾天其實都不斷聯絡到不同的私家醫生 暫時我們的數字 超過100位的醫生已經報了名 我們其實是需要跟不同的私家醫生聯絡 以及跟我們不同的醫院部門 去做一個聯繫 看看哪個醫生去哪裏做 暫時就沒有一個數字 就是作為這兩天的事 我們正在做一些matching 就是去哪裏做 哪裏去哪裏去 幾點 所以就沒有這方面的數字 不過我想借這個機會 都很感激業界的支持 就是這麼艱難的時間 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共同協力去對抗這個疫症 中間藍色衫這位女士 你好,南華早部 想請問一下 是否所有個案 暫時那些緊密接觸者 都已經找到 就是因為有消息 都說39歲那個黃埔的個案 就是可能他有個哥哥或弟弟 是住在同一座 但是就沒有被隔離 想看看是否有這個情況 或者你們有沒有相關的資料提供 還有就是整體 是否他們所有緊密接觸者 現在其實都隔離了 謝謝 那接觸者一般都已經找到了 就是很多都是家人 家人就比較容易找的 那有一些個別 就是例如是一些飛機那類的 有些可能不是香港 有些電話又不通 就是那些就可能有些未必找到 而第十三例個案 我們知道他就發病之後 一直都留在家 就沒有跟其他人接觸 就是沒有跟其他親戚 或者其他接觸 所以那些人的感染的機會 是非常之小的 所以就不是這樣的接觸 所以就不是這樣的接觸 前面這位女士 I'm from RTH case So regarding case number 15 Could you confirm if it is a local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case because she has no history of travelling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and also could you tell us about the updates regarding the 14th case the guy who was on a cruise ship so have you found how many close contacts or general contact persons have you found thank you so concerning the case number 15 as she does not she did not have any travel history to Hubei during the incubation period except she is the close contact of case number 13 so we consider her to be a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yeah a local case of human-to-human transmission from her son how much is it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in this stage so how pregnancy is it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in this stage as the case number 13 after develop symptoms he went to the hospital immediately almost I mean so and all his close family contacts have been moved to the quarantine time before case number 15 developed symptoms so the risk for the spread to other people in the building is very small but of course we have alerted the management and all the residents in that building to be vigilant and to observe personal and environmental hygiene i forgot the second question oh the cruise right there are 132 passengers who have boarded Hong Kong on 25th of January and so far we traced 34 of them and none of them develop any symptoms and none of them have been classified as close contact but this work has been continued we also understand there were 27 crew who also boarded Hong Kong so we are tracing them as well 我們最後要回答這兩條 後面有三個位置 你好 想問一問 其實剛才說到 糞便可能會有病毒 都說說其實已經公佈了 一些有相關感染者的大廈 但是想問現在既然說 糞便可能會有病毒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考慮再進一步 公開多些資料 包括患者居住的單位 令到附近的鄰居可以更加 alert 知道自己可能都是有危險 可能要再提高一些衛生意識 另外剛才也有提到 有一些密切接觸者 去到隔離營的時候才病發 想問一下知不知道 大約有多少密切接觸者 去到隔離營才病發 還有如果他們是未病發之前 其實是不是都會傳播到一些病毒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們入住一些 可能比較近民居的檢疫中心的時候 會不會有一些令到社區散播的風險 在這裏 糞便那裏 因為我們已經把整個大廈的名字 趕了外出 我們就不希望 只是一層樓的居民才留意 其他層樓 或者其他某個單位的人才留意 所以我們就不想說 只是這樣公佈單位的名稱 還有其實整個大廈 或者其實全港居民都應該要小心 有兩位密切接觸者在隔離營開始發病 一位接觸者在隔離營發病 一位接觸者在隔離營發病 因為另一個本身已經入了醫院 因為隔離營其實現在的密切接觸者是沒有病徵的 所以他們在隔離營那裏 如果他們發現任何有病徵的情況 都會送到醫院那裏接受檢測 而隔離營那些人是不會離開隔離營的 在那個遷復的14天檢疫的時間 所以他們就不會到處走到處去其他社區 所以應該就不會說對其他社區造成危險 請問這位 你好 我想問回 因為剛剛其實都有問過 很多記者都有問過糞便這個問題 想知道其實澳門的現份便都已經出了報告 其實香港 你剛剛還說要研究怎樣去發現 其實還要研究些甚麼 以及預計何時才真的會開始呢 第二就是想問回 其實我都有問一條問題但你們沒有回答 就是病人病發之後究竟何時的病毒率 病毒量是最高 病發之後是何時開始會變嚴重 其實這個有沒有數據呢 第三就是想問回 因為講回 剛剛不是說對武漢夫婦其實他們有去看過一個 骨科的醫生 其實他們去看醫生 你剛剛也有說說有對夫婦去看醫生 然後也驗到低消 其實看醫生的時候知道她發燒 但醫生沒有通報 其實這裡是不是做漏了事呢 最後想看會不會回答到 就是剛剛說說郵輪那裡 究竟那個Sonna 設施 那些抗摩陸池究竟有多少人用過 其實這個有知不知呢 麻煩你 我更正一下 剛才說有多少人在隔離營發病 之後發病 我想看應該是兩位的 一位是Case 8 我要先看 另外一位是Case 15 那病毒有什麼時候高 什麼時候低 這個我們都很想知道 但我知道相關的研究都未出到 因為你要集了很多病人 還有要拿很多板 才知道什麼時候是最容易纏薄的情況 那個病人低消耗 因為她其實當時都是一個很低的消耗 那不是說真的發燒那種的 而且她來看的時候 都是看長期病患的 所以那個醫生未是根據準則 就是她沒有其他病 所以就是沒有符合那個通報的準則 分辨 我想我們其實如果是臨床醫生 是拿的 我想是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她拿去驗 只不過是說 你驗了那時候的敏感度是哪樣會高一點 所以她們就會說 究竟你先拿上呼吸道 還是先拿睡眠 這是研究的 OK 今天講的記者會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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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